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这几天购录的一些小东西吧 因为最近没做什么特别大的shopping,没有什么购物的那个时间 而且最近因为学校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录视频或者是剪辑视频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传过视频了 就觉得点心里很痒,然后也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然后就挤一点时间出来录一支小小的视频分享给大家好了 首先是这款英国红茶,它是我是在那个Olive Young买到的这个红茶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喝茶类领料,绿茶也好,红茶也好,黑茶也好,我都很喜欢喝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偏好这种英国红茶,原装进口的吧 我觉得是比较正宗,比较要比利顿红茶也类的要好喝很多 所以就买了一盒 这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利德斯的面膜 前两周跟朋友去市里办事情的时候就顺便路过那个去城市嘛 然后想说就去看一下,因为我正好这个片装面膜快用完了 我想说买一盒来用 然后在去的时候去城市它这个利德斯的面膜正好在打折 它原价一张是两千块钱韩币 不过打折的时候正好半价嘛 它就是一张一张一千 然后它十张就是一盒嘛,然后才一万块钱 我就买了一盒然后拿回来试试看 没想到它 我只能说它真的太 我第一次用完的感觉就是我整个脸变得像打过那种烹脸的针一样 就是整个脸就是非常的亮泽 然后很有光泽感 而且很怎么说细纹感觉都不见了 除了我的毛孔稍微没什么变化之外 我觉得脸会变亮,然后我觉得会变白 它有变白的效果 然后脸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滋润 会就是细纹然后都不见 皮肤变得非常紧实 这款胶原蛋白的这款面膜它真的是超好用 然后后来我拿了一张 我拿了两张给我姐跟我妈用 然后我妈她用了一次 她就觉得超好用 我妈早上洗完早上后她就敷了一张 然后就一整天下来她到下午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照镜子看自己 然后回头跟我说 说这面膜真的挺好用的 所以我就给她拿了好几张 然后自己留了两张 现在这样再用 然后这几张用完之后 我肯定会再去买它几盒存着 留着用 它真的真的超好用 接下来这个也是前两天我买到的 不过我买到的瞬间我就拆开用了 可是我想说就留着包装 万一它是好用的话 我还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款唇膏 它是这种不是固体的 就是有点像那个 唇油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那种很软的那种膏体 然后它的味道特别的好闻 是就是有那个麦子的味道 我自己我现在嘴上用的 就是打底用的就是这个 然后它因为 当时那个时候我也是跟朋友在外面 然后我的嘴就超干 就是在我感冒之前的时候 我整个人身体状态特别的不好 然后嘴巴干到 整个它看着我就觉得 你的嘴唇看起来太可怜了 需要擦点东西 然后当时身上就没带化妆包 然后想说就路过去城市 我就随便挑了一款最便宜的 就是它它才含币三千块钱 然后我想说拿来试试看 没想到它真的真的挺好用的 就是意识它味道特别好 而且用完特别的润 尤其是在你用唇膏打底的时候 是让它润一润你的嘴唇之后 你再上那个唇状的产品 比如说上唇膏啊唇彩之类的 完全不会干 然后它的牌子叫喜马拉雅 应该是这么叫吧 嗯就是这个牌子 我不知道它是国内有没有 不过它是印度产的 made in india 我最近快用完的东西有那个眼唇卸妆液 然后这个是前两天我去那个是哪里啊 去Olivian 因为Olivian这周它周一跟周二的时候是有那个会员优惠 就是有20%到50%的折扣 然后我想说正好我的那个眼唇卸妆液用完了嘛 就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打折的好的东西 然后就找到曼丹的这款眼唇卸妆液 我自己现在用的那个就是卸脸妆的那个卸底妆用的那个卸妆水 是就是曼丹的这款落妆水嘛 然后想说反正用起来觉得挺好用的 我就干脆眼唇卸妆液也选他们家的好了 然后这款之前也是打折吧 好像是有20%的折扣 我想说何乐而不为 就买来试 想说试试看 然后最近还有一样快用完的东西就是我那个头发的那个喷雾 我之前买的那个米浆鲜的那款喷雾 还剩大概够我用个几天左右 然后想说我懒得再等那几天 然后正好就一起在我那边打折的时候就买了它 然后同样也是一个品牌也是曼丹他们家的这款喷雾 然后这款喷雾它一是有保湿的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再用那个卷发器 或者是纸板夹之前用的喷雾 就是那种防伤发防损的那种就是保湿喷雾 所以我觉得拿来试试看吧 想说试一试新的东西试一试其他的品牌 因为最近就觉得一直都在用韩妆品牌嘛 觉得有点适应的那种感觉 然后想说换一换日装的 或者是换一换其他国家的一些产品 其他国家的一些品牌 想说看看合不合适 我就对日装下了手 对想试试试他们家的这些产品 接下来两样新东西 我之前发那个微博的时候分享过 首先是我现在嘴上用的这款就是梦妆的那个唇膏 这款唇膏当时也是在前几天那个阿里达 我们那家化妆品店它打折的时候我去买的 然后我买的颜色是这个类似珊瑚色 就是这个颜色 之前照片上的颜色跟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相近 就是几乎是照片上应该是这个颜色我觉得 然后现在嘴上用的是它 我只涂了一层 然后它就是很显色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保湿 就算有的时候 我可能身上没带那个就是润唇膏的话 我可以直接用来涂它 嘴上也不会干 而且它的我觉得它的亮泽感很好 它不是那种非常逆人的那种就是水光感 也不是说完全干到无光 就是很润的 很润的 有润泽度的那种光感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唇妆的效果 所以我想说正好买一个这种春天的颜色来涂吧 另外这一支我是其实打算是留着夏天用的 因为它是这种荧光的粉色嘛 而且它好像是那种夜光的 就是你涂在嘴上之后 你在比较暗的地方 你的嘴就是荧光色 我就觉得还挺酷的 我就买了一支这个粉色的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亮的粉色 就是这种荧光粉 然后很适合夏天来用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两种颜色啦 对之前秋冬的时候是比较喜欢偏红 或者是偏那种橘的颜色 不过最近是比较偏这种珊瑚色和这种亮粉色 接下来这两个东西 一是我新拿到的东西 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它真的挺好用的 因为之前三月末的时候 我跟朋友陪朋友上街 我自己去没买什么东西 不过陪他去就是白货店的时候 一楼正好有那个就是教训师 他那个柜台的促销 然后它有那个就是那些销售员 他们就是站在那个就是白货店门口 然后有发这种免费的那个就是试用装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这真的挺棒的 他们会发一张那种就是招待券 然后你拿着那个招待券去那个柜台的话 你就会那个就是领到这两款试用装 第一款是这个日霜 然后它是带你的20倍防晒的 然后是这种无油的日霜 我这款日霜其实用的次数还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自己平常的护肤 就是做完基础护肤之后 抹完面霜会直接擦防晒霜 这种就是日霜的话 我自己用的其实还挺少 不过另外这款跟它一起来的这个就是晚霜 它真的是我觉得它有那种睡眠面膜的效果 它我是用完那个基础护肤的那个乳液之后 或者是用完精华液之后 会直接擦这个就是擦这款就是晚霜 前几天我都是在晚上洗完脸 然后擦完再擦完乳液或者是擦完精华液之后 来擦这款晚霜 然后之后就再不会用其他东西了 我如果用这款晚霜的话 我不会用睡眠面膜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营养会过多 就是说不定会给脸上有一些 说不定会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我就安全起见 只擦这款晚霜 就是在脸上直接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觉得自己皮肤怎么讲的 看起来很健康 就是不会有蜡黄 不会干 然后就是也不会觉得有那种暗沉的感觉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很有生气 而且脸上就是皮肤变得很细致很光滑 然后我觉得应该跟它的那个关系很大 因为之前那些就是基础护肤的步骤都没什么变化嘛 我只换用了它以后就跟之前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款晚霜它真的还挺好用的 接下来是一个小东西 也是之前发照片的时候分享过的 我买的是就是两个品牌的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Fish小铺的这两款指甲油 这两款指甲油其实不是我自己买的 而是我学姐她在买指甲油的时候 我就陪她去帮她挑颜色 然后当时这个指甲油就是基本款 正好是一加一 就是买一赠一 然后她就说你也挑两个吧 我买给你 然后我自己就挑了这两个颜色 虽然是偏深的颜色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还算是 单途的话其实还是挺艳的 比较适合夏天来用 然后首先是这个蓝色 它是这种很正统的蓝色吧 我说不上来 我形容不上来的是什么蓝 我觉得这个紫色也是 它是那种比较正宗的紫色 就是我之前有偏淡一点紫色吧 可是后来想说 正好我的指甲油里面没有这一类的颜色 就买一个这种纯色系 来试试看 然后现在我手上涂的是这个颜色 我涂了两层 这款是Modi的这个果汁甲油系列 然后它很小一瓶 不过它涂一层跟涂两层感觉非常不一样 它涂一层的话能看得到指甲原来的颜色 就是很薄 就是半透明那种感觉 可是你涂第二层的时候 你就发现它会变成这种实色的指甲油 而且就是它不太爱掉 因为有的指甲油我用完以后 比如说我打电脑啊 或者是洗脸干什么做很多事情之后 就是前面这款会就会被刮掉 可是这款到现在为止 我现在涂的是第一 第三天 我觉得它的那个保湿效果还是挺好的 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比较适合春天来用嘛 接下来也是这个 也算是薄荷色系这种偏深一点的就是薄荷绿色 因为其实春天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薄荷系列 或者是奶油系列啊 或者就是那种春色系系列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我的指甲也必须要进入这个行列之中 就买了这种就是很适合春天来用的颜色 最后这个颜色是这种 就是绸缎光 就是断光的这种指甲油 就是它的颜色 我觉得它真的很显色 就是它涂一层的话 就会看起来你涂了很厚的指甲油 所以我觉得 就是买这种基本款 就是如果说你 你今天要去的场合不太适合涂这种 跳跃的这种可爱的颜色的话 就会给你可以选择这种比较 颜色比较接近裸色一点 可是又觉得不会太平庸的这种颜色 OK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我自己最近是暂时还没有要大型购物的计划 不过最近其实好多化妆品店都在打折 就是春季最后一次的折扣季 然后大概就是在这周左右 所以我想说去逛一逛吧 如果说我有必要东西的话 我会稍微买一点 如果说其他的没必要的话 我想再等一等等到夏天或者等到秋天打折季的时候再买也不急 然后记得关注我的土豆 我的优酷 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我的微博 我的Instagram 然后玩啪啪的朋友可以叫我啪啪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咯 哦对之前还有我的那个视频 关于我的视频 就是我的耳饰啊 我的头饰啊 我的项链 我的手表之类的 我的视频的视频其实已经录好了 不过一直没有时间来编辑 我就是整个人活在一个紧绷的状态 就我最近每天都只睡大概三到四个小时吧 就是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觉 然后早上需要起来很早 所以整个人是一个比较 现在算是比较一个崩溃的状态 我需要充足的睡眠 现在就是因为是化妆嘛 所以看不太出来 不过我卸妆的话 我整个脸就是是这种感觉的 而且黑眼圈也特别的严重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自信 上镜录视频给大家 而且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 我鼻咽很重 而且嗓子也是哑的 不过今天的状态要比昨天好很多 我昨天整个是 就是这两边本条题肿到 我说不出话来 就是我想说话 可是声音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 留不了解那种痛苦的感觉 所以希望大家再等等我吧 等我的感冒完全好了 把我的状态完全调整好之后 我还会再上传几只彩妆的视频 还有就是和化妲小铺合作的视频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咯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